主席 请市长 市长 张员好 市长 您早 刚刚我们前面 彭委员 在跟您讨论的时候 提到的第一个 关于我们的敦目之队 这个问题 本席是什么看法 您刚提的历史很好 美国国务卿 这个Madame Clinton 到了法国的Eddie Zane 鞋子掉了 当然你不能说 这是施力没有错 这是国际施力 可是这也无伤大仰 我个人来看的话 还发生过 这个北京的高层总理 到加拿大访问 加拿大在迎兵的时候 居然说是来自于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些我觉得了 当然外交部要检讨 但是不是一个很严重 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对陆军也许太紧张 也许场面看的不多 将来叫他们多出去 看完外面的场面 市面见多了 市多见广 也许会好一点 还是要做一个检讨 但是本席不觉得 像彭委员提的这么严重 要拉到这么高的层次 大概只有我们 有一家国内的媒体 把它放那么大的篇幅 全世界不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要给你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提到的欧盟 欧盟签证的问题 这个签证 现在可以这么说 国人对于欧盟现在旅游 观光越来越多 那么欧洲的旅游 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大众 那么现在25个森根协定 这个单一签证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就直接跟他们签议一个 如果说能够跟25国家 免签证的话 尤其是观光免签证 这个对于国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外照上的突破 因为让国人感受到实力 我出国免签证 直接到欧盟去 这个做法 部长 市长 您再说明一下 大概什么时期以前 我们有渴望做突破 好 我想我们 就像委员刚才指教的 欧盟如果给我们免签证的话 不但是对我们国民 一个旅行的方便 它也是对我们国家发展 跟国民素质的一个肯定 所以外交部 最近一向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 我们对欧外交最重要的目标 我这次去欧洲 我也去拜会很多老朋友 现在可以跟委员 很慎重的报告 大概几个礼拜之内 我们的案子可以被提出来 提出来第一个要在执委会 因为我刚才报告了 没错 我们欧盟非常复杂 执委会通过以后呢 大概五六月 我们希望要给人家一点时间 因为它也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 但可以跟委员跟大家报告的呢 就是我们大概 不会跟一些有问题的国家 放在一起 我们应该是跟一些 比较单纯的国家在一起 那么就希望 这案子比较容易通过 那么执委会通过以后 提到议会跟理事会 那么中间也许就马上碰到 欧洲的暑假比较长 然后完了以后 理事会跟议会 我们现在希望说 他们同时的审议 年底之前有没有可能 年底之前 然后我们还希望 做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性 我想可以这样子预期 年底之前 今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 但是就我刚才讲 有些因素不是外交目击的 我本习非常了解 就像我刚才讲 事情的这些事情 欧盟非常关键 我在澳洲待过 对 在布鲁赛 这个欧盟 开会有多少种语言在翻译 光是开会 语言翻要花多少时间 欧洲人做事 慢调私理 按照程序跟逻辑 一步一步慢慢来 能够在今年底 你承诺 以我的了解 就不容易了 这点我要特别说明 呃 也许刚刚彭委员 他没有在欧洲 我在待过 这个理事会 执行委员会 现在的情况 跟过去又不一样 对 能够提出来 再到欧洲议会 再到这个程序很复杂 对 那以他们的工作效率 工作的这个程序 您刚提到年底之前 我要给你肯定 那表示 你的工作很有成就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说明 知道 你已经讲了 年底 我们就很期待 委员 你暂时不要给我肯定 等我们做出来 你再肯定 好不好 你说出来 我就肯定 你欧盟的程序 跟作业 对 年底之前 年底之前应该是 你话也说出来了 今天在场 我们国交部人都听到了 要努力达成 不要害到你们次长 对 我想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 我们这个希望的一个目标 年底之前应该是一个 很合理的一个 期盼的目标 那个我们委员会 这个可能也会 在这个会计结束之后 到欧盟去考察 这个签证的问题 我们也会提出来 那么我想未来 加强跟欧洲议会 在史达斯部 这个关系的强化很重要 我们的王院长 在去年到欧洲议会 去访问 那次访问 据我的了解是非常成功 那么王院长回来之后 常常在私下的场合 以他能够到欧洲议会去演讲 去访问为龙 他个人曾经告诉我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外交关系的突破 只可惜外交部对外的宣传说的不够清楚 没有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未来 未来 市长 请您 您住节欧盟过 是 所以请您 驾轻就熟 推动立法院 跟 斯塔斯部欧洲议会 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 可以再强化 那么我们在欧洲议会里面 有台小组的成员 其实议员很多 大概有多少位 有八十位左右 八十位 八十位左右 八十位左右 我的了解有八十位的这个 跨国其跨党派的这些欧洲议会的议员 我觉得是很重大的突破 这个关系要强化 是 去去强化 可不可以邀请他们到台湾来访问 有没有 对 我们去年邀请了十五位 今年大概又有十几位要来 就是今后两个月之内 是不是也安排我们立法院外交委员 可以到欧洲议会去双方再强化 议会的交流 我们很愿意 谢谢委员刚才提醒 您讲王院长这个访问非常成功 我也可以跟您报告一下 那天的确非常成功 但是就欧盟方面来讲 有一点小小的缺失 跟今天讲的 谈这个 我们总统去太平洋之谜 也许有一点点的 互相的可以来参照的作用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到那边以后 欧盟起先要王院长 希望是能有红地毯给他 但几天红地毯还没有铺起来 他的欢迎的人也还没有下来 然后来我们又再走了一遍红地毯 就是说他很诚意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 我们觉得欧盟很诚意 他希望我们再来 再做一遍 再走一遍红地毯 那么主要是走红地毯 我们也不觉得欧盟今天 对我们有什么失礼之处 同样的今天马总统到南太平洋 也许国歌奏早了奏晚了 也许有一点小小的说字 但是大家的诚意 大家的友谊 也就是在那一刻更显得出来 欧盟的重要议员下来 跟王院长坚持要在一个 official这个poster 这个墙后前面照相 然后pill上红地毯 重新再走一遍 特别要让我们的这个电视 媒体全部都要照到 所以这一点他们的诚意 即使他起先那个时候 还没有赶得及谱出来 但后来的诚意 反而使我们印象更深刻 我们更感动 这个我看了解了 所以未来 欧洲议会里面 对我们中华民国是蛮友善的 过去发表了很多次 非常支持我们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决议 所以未来的话 本期是建议 我们要加强 特别是我们外交委员会 跟欧洲议会之间 除了友台小组之外 加强议会的联谊 跟交流 这个国会外交很重要 我们去突破 这点我要请市长 您要改革 外交部也要主动帮忙做规划 是 好不好 是 那么另外 我也看到 我是觉得说 过去常常有人说 我们是中美清欧 但是其实这几年 跟欧盟的发展 他在国际事务上面 他的理事会 他的理事会的主席 的president 现在在国际舞台上 也有他一定的 扮演的角色 对 所以我们跟欧盟的关系 其实应该要继续加强 继续加强 甚至于我看到了 这个他们的这个 欧盟他们有一个叫做 Faring Affair of Security Policy 这个 Solana 对 这个人在欧盟 是很有影响力的 对 他做过那个 执委会的主席 那么他发表 对我们 改善两岸关系的 这个肯定的谈话 在过去 我是很难想象到的 我想欧盟这几年 有很长足的进步 你看他的领袖人物 包括他现在的 这个理事主席 就是比蒂时原来的总理 范荣沛 对我们非常友好 您刚才讲的 Solana 这个巴洛索 新的这个Lady Ashton 然后很多职委 执行委员 他的部长级 都是 有些他们在原来 自己国家里 他们这些 他这27位 现在是27位执行委员吗 对 他就是巴洛索是主席 那么27位执行委员 我们应该跟他个别 包括有些经贸的 负责经贸的职委 负责其他事务的 文化的职委 我想 除了外交跟政治以外 我们应该多多 跟他们联系 跟交流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有做 这方面要 要继继续来加强 那么欧盟的关系 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再一次 我想刚刚 摔花明委员 他待会也会 咨询您这些问题 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 这个跟欧盟的关系 是一个历史上 很好的机会 要把握这个机会 市长 好 谢谢委员 特别你注决在那里 刚刚我特别 听到你的报告 你把欧盟 从罗马条约到现在 简单说明的一遍 这么复杂的欧盟 你都知道了 欧洲人是很复杂的 非常复杂 但是有一点 他们蛮现实主义的 我们可以 用现实的角度 跟欧洲打交道吗 我谢谢您的指教 就是因为欧盟很复杂 我想今天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您刚才也讲的 非常正确 有些地方 你看欧盟 现在对我们 国际参与的支持 他有的是 甚至走在美国的前面 所以我们也很欣慰 说欧盟在这个方面 他越来越像一个 单独的整体 那他一个 就像我刚才讲 去年支持我们WHA 不只是27个国家 39个国家联名 所以他如果说 今天投票的话 他一投下去39票 美国是1票 日本是1票 所以欧盟的重要性 我想委员很知道 谢谢您刚才的指教 我想外交部 一定继续努力 好 谢谢 我还是再次肯定你 年底之前签证 知道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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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